今篇主日信息播出時 教會已經完成了萬劍齊發的創舉 弟兄姊妹於一星期內 以人手製造handmade的方式 製造出一萬部達到70分的 第二代石鞍劍有線耳機 並為到教會弟兄姊妹 將2000部50分的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 進行升級工程 成為最高可達80分的 戰鬥級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 於一星期內 製造過萬部第二代石鞍劍有線耳機 加上改裝2000部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 這個絕對已經是專業工廠的級數 但一間教會能夠做到這個成績 就更是一項創舉 證明石鞍教會弟兄姊妹的同心 及願意為別人的緣故 不斷多行一里路 以人手方式製造出 世上沒有任何耳機製造商 能夠匹敵的耳機 從中我們亦理解到 其實耳機的工藝並非生產商所說 要專業的工作人員 專業的器材及昂貴的價錢 才能夠人手製造出來 相反,第二代石鞍劍有線耳機 正正是由一群重視各行各業的 弟兄姊妹製作 他們只是經過短短一星期的訓練 已經應付得來 能夠製造出全世界所有品牌 所有型號的耳機 都不曾達到的超然水準 這個就足以證明 耳機生產商所強調的專業工藝 其實是方華 他們的工藝 既然吸不上石鞍的弟兄姊妹 又怎能稱得上是專業呢? 再者,製作過萬部第二代石鞍劍有線耳機 及為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升級 所有工作亦是由初受訓的弟兄姊妹執行 尼華牧斯並沒有實際參與製作過程 只是教導弟兄姊妹製作 這就證明並非尼華牧斯的工藝超群 而是得著神的智慧和啟示所產生的果效 是遠遠超越人類智慧 及所有世界級耳機製造商的研究級數 他們用上過百年去研究 亦只能夠做出一些售價上萬元 但音色卻比不上15元成本的耳機 再者,即使有最好音色的耳機出現 當有著神的智慧 其實並不需要特別的工藝 並非如其他人所認為 要專業的耳機技術員 或最先進的科技 才能夠做出音質最好的耳機 相反,第二代石安劍有線耳機的出現 就是最好的名證 即使教會的評審圖 包括 學生、家庭主婦和老人家 也可以參與這個耳機製作的侍奉 他們的工藝水平 已經足以製造出一個西上從未有過的耳機 音色足以擊敗世界上所有其他耳機 因為當神的同在和啟示臨度 是遠遠超越人們的想像 於短時間內 就足以讓我們作首不作美 居上不居下